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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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很久沒有來做資訊 因為主要現在天氣熱了 再加上 要練的東西基本上我會希望帶到室外去練 室內的話 盡量做一點空操這樣子 那今天主要是來複習一下之前 在外面學到的 步槍的一些應用技巧 那今天的重點放在雙人的掩護換彈匣 這個過程 那 因為我這一個人 我可能未來會再去找隊友來進行練習 今天就先把這個流程 摸 摸得更熟悉一點 那今天 擔任我隊友的就是這個夾人 他前面的把 那今天可能就少了前進這一段了 所以比較練不到跟隊友的一個間距 之前在做這個課程的時候 我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個人的換彈匣 過慢 可能是對於裝備 不夠熟悉 所以導致過慢 還有與隊友的間距 會拉得太長 不是那麼流暢啊 那今天就是希望 然後藉由自主訓練 把他練得更熟悉一點 那我待會會先來講我怎麼練習 首先因為背心也是新的 腰帶也是新的 所以 待會就是 等於間接的 進行一個手裝訓練 待會我全程都會使用空槽 就是不會有彈 也不會拋殼 所以我就是先扮演後方的隊友 我待會上彈 上場之後 我會喊 表示我準備好了 看他的肩膀 表示我準備好了 在後方 等前方的隊友 他待會沒彈 他會喊 Rodding 然後我喊Rodding Rodding是一個 預令 代表他沒彈他要換彈 我就喊Rod 然後扶到前面 你也可以做 做 然後把他撈到你的後方 再來進行射擊 胖胖胖 待會鼻聲響 胖我 Rodding 到後面 躲到他的後面 進行換匣 回收 然後Zip 就重複這個流程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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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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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1 3 1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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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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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